大家好 我是Stable的小吳 我們今天來到這個地方是OTO 我們今天 就是要來開箱 幹大事 我們今天要來開箱Recaro 但是Recaro這東西 其實現在椅子沒有那麼好安裝 對不對 我們今天要找到一個專業的 專業的師傅來幫我們安裝 我們介紹OTO的主力人 朱小華登場 你怎麼沒跳開啦 朱小華登場 你要耶 嘿嘿嘿嘿嘿嘿嘿 再來一次 哦、吼 來我們介紹OTO的主理人 愛的朱大哥登場 我是呂卡諾 專門在安裝的 麥儀也可以找你了 對 對 聽說這個椅子裝一張 可以傳三代 幫男主跟乙還在 怎麼這樣講啊 這個沒關係 三代有一個 哪一個人可以活超過三代 對啊 去呂卡諾椅子真的是 這個是很耐用 從小朋友都有推車 有輪椅嗎 這沒聽過啦 改裝一台 以後輪椅上面用Recaro賽車椅 然後裝四個馬達 這樣子跑零四一樣 好不好Recaro的椅子就是 你從飛機或者是兒童座椅 賽車椅賽事 我們男人的一個夢想品牌 它的椅子就是耐用 你坐飛機注意看 那個椅子都是Recaro的 或者是一些知名的車子的 厲害的跑車 他們原廠都是Recaro去代工 去機座的椅子 很厲害 好啦 那我們今天來介紹一下 我們今天的椅子 好不好 今天讓椅子厲害 我們要上S13 來來來來 來來來看一下我 好像先新娘子一樣 1 2 3 好帥啊 你知道你這個椅子叫什麼名字嗎 我不知道 這個叫做New Sportster 新運動員 新動運動員 那這張椅子比較厲害的有幾個點 這個是Carbon的網布 喔 它是用Carbon的網布 對 所以 這台腳穿得涼涼 也不會這樣搖來搖去 好固定 因為賽車椅有一個重點就是說 我們不能隨意的滑動 這種網狀的Carbon布 它就會讓你的抓地力更好 有點像在裝熱龍胎的意思一樣 然後再來你這張椅子也有電熱 這張椅子有時候要拿下去嘛 電動的 就會倒下去了 這張CS是有電動 還有電熱 這個腰靠 腰靠的部分也是可以調整的 它這個腰靠真的很方便 有時候這個椅子坐久 就是腰 這邊沒有少了一個腰撐嘛 我們以前 開車很多人喜歡放個小枕頭在這邊 是啊 對不對 我跟你講 Rikaro這張椅子它已經 它也已經有做一個氣球在裡面了 旁邊這邊是 這個按鈕 可以調整的 按鈕都在這邊 加熱啊 去上去這樣很冷的時候可以加熱 冬天的時候雖然台灣用不太到 但是我們有 可以有 但是不一定要用 不能沒有 用不到 一定要有 可以不用 用這樣子 對 對 這張椅子 我覺得上上去應該蠻帥的 安裝上應該有很多眉角吧 欸 其實蠻多眉角的 因為 坐上去之後 這個有沒有自中啊 高低啊 每個人有一些 腿長腿短 我們都可以再做一些微調調整 基本上安裝賽車椅 注重的是細節 重點是 坐上去之後 要可以自己做一些調整 這樣子比較重要 而且要挑一張適合的 像 裝潛就有跟阿賢溝通過 對 這個椅子我們都 可以坐三代嘛 所以 所以一定要調好 體型啊 等等之類的 上下車方方便啊 包括 我們又選 選黑色 因為這個也好整理 如果你選擇一些 比較白的顏色 還會是些顏色 然後它上一些 皮啊 那個油啊 壓抹 所以這個是 跟阿賢討論下來 這一張 很讚 比較適合我 對 比較適合它 對 好吧 那我們就廢話不多說啦 開工啦 好啊 OK 我們很多洗車啊 在整理車子的時候 很多死角 因為椅子 很多死角 像你看這些地方啊 都吸不到 對 啊 這台車有一件事情 阿賢都沒有掉錢 我都撿不到錢 這個是阿很夭壽 都沒有撿到 連一塊錢都沒有撿到 所以啦 椅子拆下來的時候 很多這個死角 我們都可以借這次機會 給它吸一吸啊 清一清啊 沒有錢 沒有錢 好 都撿不到錢 沒有錢 沒有錢 欸真的撿到了啦 撿到10塊啦 這勞務費10塊不好賺啦 好不好 我們賽車椅今天終於安裝完工 一波三折 對 這家庭長得太高 其實我們叫來的 原本的那個賽車椅的那個 腳架 它是S13用的沒有錯 但是它裝在這張賽車椅上面 它應該是比較適合 做彤椅 對 嗯 然後我們CS這張椅子 它是有點厚度的 它也比較舒適 有一些功能存在 所以它會有一些機構在下面 所以它比較厚一點 比較厚一點 所以我們這次我們又中間過程又留車 讓朱小華去幫我們 訂製了一個特殊的腳架 讓我這個號稱180的人坐上去 不會那麼高 可以更低 更符合我們Low的感覺 Low的感覺 這比較低啦 對 開這種跑車也不能坐起來太高嘛 然後我示範一次給你看 開這個車有沒有 這個有這麼高 有沒有 開這個車就是要這樣坐下去 就是要沉下去有沒有 來看一下我們現在完工的椅子 展示一下 展示一下 這個有氣動腰靠的部分 可以靠這個氣球 釋放跟卸壓 是不是很多人會 放一顆小枕頭在那裡 然後這個開球的腰會痠 新的CS這一個 它就出了這個氣球 你按的時候它就會頂腰 符合你自己的腰的那個地方 所以你長途開車 它也不會有腰痠 這個腰的支撐力會好很多 對 每個人有高的胖瘦 瘦的可能都按幾下 胖的 更要按 胖的容易 更容易直接痠 所以這種椅子可以 雖然是賽車椅 但是它可以坐很久的原因 坐長腿沒問題的原因 就是這個氣動這個腰靠 可以符合人體工學 然後它還有電動還有電熱 老車為什麼需要電熱你知道嗎 因為老車你如果是廢了熱水管 對 汽車的溫度 它就不會 它就會降個幾度 而且比較不會有爆熱水管的問題 那你如果冬天很冷的時候 你就沒有暖氣 那你就可以電熱 就是一個很好用的東西 然後再來 理卡羅這台新的CS 這個是電動的 椅背是電動的 看一下它上來了 而且你靠著它力道很大 不是你 有沒有 有沒有 它可以玩到這麼前面耶 它可以玩到這裡來耶 這現在不是要玩瑜伽啦 這個好 當初如果用原本的腳架 這個地方高度也會太高 所以也是勢必要把這個往低 塞車椅通常這個高度為什麼會那麼高 有一個很大的重點 就是真的我們萬一翻車的時候 屋頂會直接壓到這個椅子 理卡羅厲害的一點是 這個椅子就像一隻 防滾龍 對 B柱 它會頂住你的這個仇頂 當你翻車的時候 你的這個屋頂會壓到這個椅子 它就是一張柱子 它就不會再壓下去了 那這些都是有經過測試的 這是好的椅子跟爛的椅子 就是插在這裡 如果你一般的普通椅子可能動了去的時候 我椅子就騎掉了 吃掉了 頭就太胸了 脖子就太胸了 我跟你講一個最好笑的 我那天跟一個車友聊天 他裝了一個類的 就是一個坊間的類的賽車椅 結果他裝了不到一個禮拜就有一輪 去檢查完之後 那個賽車椅 人家把它拆開 真的是真的 一分錢一分貨 真的是真的 記得找總帶你買 我跟你講 它真的是 坊間很多類的 它是真的拿電競椅 電競椅 它真的是做得跟 快一模一樣的 它把電競椅 家具 它把它拿來給你裝在車子上用 它就變成賽車椅 然後我還有聽過最誇張的是 不唬爛 它開一開有意義 結果後面那個斷掉 它整個椅背往後靠 就掉下去了 就這樣開 它就是這樣 就不行了 它拿個東西頂在椅背後面 然後這樣子開 開去把椅子換掉 這個東西是很有安全性 其實很多人買椅子 注重的是什麼舒適 外型 但是買品牌 也是在買安全 因為這些都有 經過認證的 對 如果是像同椅的 他們必須要去抗壓測試 就是可以抗幾噸的壓力這樣子 對 我跟你講 一椅傳三代 對 一椅傳三代 人走椅還在 對 還是要講 重點是它真的是很耐用 你看坐飛機 那麼多飛機上面你看 全部都是Recaro Recaro 如果你要買Recaro的話 我覺得 直接找董拜理就好了 對 因為這個 真的如果萬一不小心好 遇到 訪的 或是重新揹過 那個椅子給你揹個Recaro 自樣上去 你真的也不知道 它是真的還是假的 對 所以我們 像我在賣椅子 我都是跟圍巾 總代理是圍巾 他們帶領這個賽車椅也好多年了 而且也有大量的現貨 除非你是訂製一些特別款 還是什麼樣式的 那你可能需要等 那圍巾有幾百套 真的幾百套的現貨 可以讓你選擇 總代理買還有一個好處就是說 總代理它有一個修潤 那你可以去現場試做 每一個款式它都有 你都可以做做看 對 它每個版都有 它可能 一樣是這個款式可能 你要陳皮 要雞皮 要什麼皮 那你再自己去挑 那基本上 每個款式 你都可以先去試做看看 再去挑細節的部分 細節的部分再來訂製 或者是特別去Oder 至少你在買椅子前 你可以先去秀論 做適合自己的椅子 通常這個東西要帶泰座去 老婆做得舒適 把它泰座安好 泰座坐得穩 我們玩餐就玩得穩 對 所以這是真的我老婆坐歇斯這一張 她是很喜歡 她也很滿意 你有沒有覺得你老婆 常常最近會跟講 你改了這張椅子跟你講一句話 什麼 老公我覺得我最近比較安定了 安定比較大 對不對 安穩了 當你的老婆覺得跟你說 我坐車很晃的時候 來一張鋁卡羅找總代理買 圍巾啦 所以我覺得 改了那麼多東西 最好的改裝品 而且最不會掉價的 我覺得就是 賽車椅 好的賽車椅 E30也是裝CS 但它是皮革的 皮革的也沒有不好 但是這一次人家 它的這種carbon透氣網 這種做起來的話 椅背就是很舒服 做的是這種透氣性很好的 對 而且我喜歡這樣的感覺 而且這種布 我們做上去也比較不會打滑 不是像那個Toyota 吃一個檔子腳趁就 跑去頭前了 好啦 有的那麼誇張 對 所以我們今天賽車椅 大概就是開箱到這邊 對 我們順便來開箱一下 朱小華 朱大哥 OTO的 店裡的營業項目 來 跟大家介紹一下 有裝Riccarlo的椅子 你可以看到後面這台三代 來 GOV3 這台要做什麼 這台你看 好不容易的秀 這椅子是Riccarlo的 對 這也是Riccarlo的 這個味道好好看喔 而且你注意到 你那一台這邊是高版的 對 這個是低版 這上下車就會比較舒服一點 就是比較不會這樣子 卡住的 卡住大腿 讓你上下車 你做做看 有沒有 它是要上去這個 但是這個相對的包覆性 也就比較差了一點 那這台跟你一樣有這個 可以那個 有腰靠的 喔 對 對 那等級輸了你一點 沒有電動的 沒有加熱的 沒關係啦 那個東西 那個功能有跟沒有 差不多啦 有是比較好 沒有也沒差 因為不是一天大碗在那邊 用這個東西 對 這台好漂亮喔 這內裝好完整喔 這三彎錶做這樣也很漂亮 看一下 它這個整個三彎錶 砍這樣很有質感 轉一下 好 噔噔噔噔 唉唷 看到有沒有那個 轉的那個也不一樣有沒有 這個都不一樣 然後這個 經典告夫球排檔球 排檔球 好那還有什麼樣的營業項目 來來來 我們啦 我們這裡 主要是做歐系的維修 保養 維修 好改裝 像這個 這一台 三代也很經典的 啊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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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叫做VR6 好 這三代VR6 這個也很經典 這個都是 特別是在移植上去的 好 這個二十幾年老車 還有這種狀態 也是非常不容易 我們除了保養 維修 好 像這個 這台335 也是在 一些做一些 維修的動作 還有保養的動作 那我們專精的車種 保持捷 V&W 都有 這部Panamela 噢 我們也正在 做改裝 寫電腦 ECU的提升 這個是 我從事已經快二十年了 這個是我們常在做的車型 保持捷 ECU是什麼 改電腦 噢 一階二階三階 對 對 人家說一階二階三階 所以我們這邊也很多 排氣管的改裝 那邊 頭段就丟了好多支 原廠的 所以有一些 歐系車的維修 保養 改裝 都可以找我們 那我們也會玩一些 稀有的JDM 嗯 像Type R S2000 SX 你的S13 這種稀有的 我們這種熱血 老男孩 也會修嗎 不會修 也要去問出來 怎麼修 嘿 有啦 從事這行業 幾年 快二十年了 你就十八歲開始 做現在三十八 沒有啦 開玩笑的啦 二十幾歲開始啦 二十幾歲開始 老男孩嘛 我們不覺得我們是那個 我們是中年大叔 但是我們還沒到阿伯 這種我們還在大叔 大叔 大叔 好啦 朱小樺我們也認識到現在 十幾年了 十幾年了 對 很實在的一個老闆 所以有車子維修 保養 馬力不足 改裝的問題 都可以來找OTO的 愛得住大哥 對 真的 不是那種 會跟你歐陽洗腦的店家 有實力的 不會我們就不會 阿會我們就 用心做 對 好啦 那我們這一集就 開箱 椅子到這邊 嗯 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